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意冷的金丝玩起了上吊自杀 就在这时肚子在抗腻了 赶紧找个地方先解决大号 也就是这个时候遇到了转机 金丝发现了水尾草花 尝一口甜甜的 甜的让它痛苦流涕 既然没办法离开 自杀也又失败了 那就好好待着咯 尝试在这风停浪静的小岛上 寻求生机吧 山好水好纯天然食物 简直美的不要不要的 金丝还学起了在目取火 但是没有成功 还是现在的打火机好使 望着对面的高楼大厦 金丝脱掉裤子 使出了狮吼弓 自我调侃一番 金丝就这样在无人岛的沙滩上定居了下来 靠吃野生的东西维持温饱 从一开始的啥都不会 到后来的捕鱼 抓鸭子 上树摘野果 可谓锻炼的样样精通 野味吃起来就是美味啊 小编隔着屏幕都闻到了香味 与此同时 在城市高楼中 一位有自闭症的金小姐 靠偏脑工作 过着宅女一般的生活 大门不出二门不外 人上卫生间也必须在家里没人的时候 唯一的爱好就是 隔着窗户拍月亮 一年中只有两次演习时 才会战战兢兢的戴着头盔 盔弹打街 恰巧用相机目睹了金丝自杀的情形 重重的河滴板来了自亲密接触 这次她的生活里 藏入了一个万世人般的 独序鲁敏性金丝 每天盔弹金丝也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金丝意外的发现了一包 炸酱面的调料 看到做梦都在吃炸酱面 她把鸟屎收集起来 其他里面有不消化种子长出植物 还舔自己的汗水补充眼分 娃瑞娃瑞的重口味啊 小伙伴们知道什么叫饥不择食了吗 金小姐在夜晚时分 进入对她来说危机四福的街道 这个是金小姐多年来第一次出门 只为了给金先生送出自己的信号 一个现实版漂流瓶 三个月后金丝捡到了漂流瓶 在沙滩上写大字来回应 这对奇妙的别友通过这样的方式 慢慢维持着这份情意 金丝的地理长出了玉米 这意味着离吃炸酱面又近了一步 除非意料的是 金小姐居然找人送来了很多碗炸酱面 外送小哥崩溃到无语呀 这一路简直累到爆哦 外送小哥来送碟子 腿都快要折了 肯定没好气咯 她成了三年多第一个见到金小姐的人 但是她肯定不想要这样的幸运了 毕竟腿才是最重要的 金小姐打开房门和妈妈说话 这让她的妈妈很是惊讶 当然也很高兴女儿有这样的变化 金丝在沙滩上努力的搬大鱼 逗金小姐开心 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内心却是相通的 听你熟了 金丝做了人生中第一碗炸酱面 反映时炸酱面的弄机也被金小姐拍了下来 无聊到爆的金丝拿起手机自然敬余 似乎是在和金小姐对话 她希望可以见到金小姐 这间刮台风了 金丝接难的求生 我一刻担心 睡醒了金小姐看到家里一片狼藉 担心起金丝 闪忙用摄像机寻找金丝的身影 金丝没事金小姐心微的笑了 但是台风回到了金丝建立起的新家 这时倒上来人了 金丝撒腿就跑 另一边 窥探的金小姐也跟着旋起了心 金丝还是被抓住了 苦苦的哀求希望可以让她留在这里 她还要等金小姐的回信 看到这一切 窄了三成多的金小姐 鼓起勇气跑出了家门 公交上的金丝 不知是出于对未来的茫然 还是对未曾谋命的金小姐的思念 双眼泛着泪花 看起来十分的憔悴 金小姐拼了命的追公交车 终于 她的双腿站上了四个轮子的公交车 两人第一次真正的见面 相声而笑 茫茫人海中 还能找到彼此 这就是缘分啊 就这样 两人过起了幸福的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关注哦 下期再见 萌萌哒